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好 就来中秋节了 我们今年不能回香港 和家人吃月饼 这个泰国人都买了很多盒 买了五盒 泰国很多地方都有月饼卖 其中一间连锁店是SP 过中秋 打算来SP买月饼 我们试试看什么味道 这个泰国人都买了很多盒 买了五盒 都是铝罐包装 这些包装原来一盒不同 挺漂亮 接着又这盒 这些食物很吸引 对 这四盒 四盒 这四盒一盒 这些是纸盒 那我们看看有什么味道 它有很多月饼款 这个是绿茶味 我都觉得挺特别 我们会买这个来试试 我看完先 接着这里有个联容蛋黄 接着这个金枕头 是榴莲加夏威夷果仁 这个样子都挺漂亮的 其实金色都真的做到 它这里还有五人咸肉月饼 五人月饼也有 猜不到 这个价钱一百一十二匹 那这边就是咸蛋熔岩 莲蓉月饼 它说咸蛋熔岩 是否则流心呢 很另外的 等一下买过来试 是否则流心 这名字很特别的 就买一次 熔岩 买四个 接着是黄金月饼 我知道为什么你说买四个了 因为你给它的盒吸引了 我们买个铁盒 可以做 很漂亮吗 这个盒都很漂亮的 不过 芝麻鱼饼我都想试 芝麻鱼饼挺好的 本质都很多 我看它挺好 是 芝麻鱼饼这个 是 都是一百一十二 不是 它下面这里 还有些特色的东西 原来它有 金华火腿蛋黄月饼 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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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同款的 它都有很多款 SP出得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就选四个月饼 待会开箱来试一下 绿茶好吗 绿茶 绒岩 绒岩月饼 其实榴莲很特别的 但是我真的吃不到榴莲 芝麻 芝麻 咦 裂了 这个 那你吃什么味 芝麻 芝麻 我最传统的 就是 弹芒 拟术 丸 invece 香港吃那些 拟术 但是它应该有 双弹G 先 rough 多久 更是 一阶前 五人 五人 它和每個月餅的公仔都不同 選哪個黑色 這個比較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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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粉紅色 選這個 好 四百五十三匹 都好有份量 賣廣告 不差 好 我們開箱 嘗嘗 Hello 我們現在開箱了 OK 第一個味道 第一個味道 不如吃綠茶吧 好 因為綠茶正常來說會比較淡 這個綠茶是紅豆綠茶月餅 好 你搞什麼呢 麻煩你 在鏡頭面前看一看 做綠茶 大家看看這個 很市正 嗯 不知道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很不夠滑 是不是 它的綠茶和紅豆很溶 我覺得實了一點 而且不夠滑 是 是 有些乾身 乾身的時候 尤其是 月餅外驗具 太過油 是 現在這個乾身了 就是 想不到是不甜 是 唯一的好處就是不甜 小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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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看那些東西 通常都很甜 喂 十分你給多少分呢 綠茶給… 我給六分 五分 五分 整個都有綠茶味 那我先放下 那我們第二塊 這塊等我來 好 這塊呢 都很香的芝麻味 好香的芝麻味 好 我先試試看 我覺得滑過綠茶一點點 還有很濃的芝麻味 這個我喜歡 這個我給八分 你本身喜歡吃芝麻嘛 哈哈 那些什麼分 同情分 嗯 還有呢 Lesby的月餅皮 我覺得做得好 我覺得質感 質感就跟綠茶的差不多 對 我覺得滑一點 對 但芝麻味會重 好 那試一下 好吃的 先多吃一口 試一下什麼味 這個綠茶 不是這個芝麻月餅 我應該兩天可以KO它 我給七分 我給八分 我給八分 好 試一個蓮蓉 這個不是蓮蓉 這個是 對 鹹蛋蓮蓉 這個鹹蛋蓮蓉 它說是 反轉 它說是 溶岩鹹蛋 會流心 但其實是一點都不流心 是的 這個有鹹蛋麵 有一點點流沙 看看什麼味 沒有流沙的感覺 我試一下鹹蛋 有一點點鹹蛋味 我覺得好像奶黃月餅 那個鹹蛋味 那個鹹蛋味 又不是很足夠 有一點點 因為它可能只有一個鹹蛋味 它像奶黃月餅 那個奶黃 還有一點點霉霉 它的鹹蛋好像 不是完整的鹹蛋 好像鹹蛋混了 因為它是奶黃 對 它混了奶黃 它就是混了奶黃 你給多少分 這個比沒有香港那些 那麼好吃 即是鹹蛋不夠 跟香港那些好像差得遠 6分 6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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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後 這個 五人魚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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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忘記我們在泰國 吃吃看好像在香港 五人魚餅有很多材料 五人魚餅 有些驚喜 這個我還是最高分 看這四個是 我都給8分 這個 嗯 8分 應該都有 8分 很足料 還有 美麗的飄出來 另外那三個 味道有點不同 你喜歡吃鹹的月餅 其實我不喜歡吃鹹的月餅 但它做到香港的那些 香港都好笑這些米 五人有 每年都有的 你吃了又不 我沒有吃過 其實我們現在 都想說一點點 其實我們現在吃了很多次 已經吃了一半 每人吃了一半 因為這個是 剛才的NG 剛才有人記得按機 對 剛才我們錄了一些東西 不過一樣 我覺得再試 好像味道再試真些 剛才第一次試 我們自己又不是很習慣 在外面拍 就變了有點緊張 現在都很不習慣 因為我們 我們看著 我們其實對面 有人坐在這裡 在喝咖啡 很接近 我們借個鐘頭來買 所以大家會聽到 別人的聲音 但他們坐下了 接著都是9點 NG 現在最怕的 我想說 如果在泰國 其實唐仁街那邊 有很多月餅賣的 我們都試過 我們試過一間 但那間我覺得不太便宜 而且有一間 它是開名的 我們買回來覺得 硬到切不開 然後我吃完一口 我整個丟了 對 所以SP今天給我的感覺是還可的 對 不是很好 但是還可 好 好 我們今天開箱時間 完畢了 好 大家中秋節快樂 好